那今天呢 4月14号了 我们继续 今天星期五 继续来跟我们的声音演员 及配音导演 写宋范老师呢 来继续学习 我们怎么样让自己的语音有魅力 马上请出宋范老师 有请 大家早上好 各位老爸老妈 大家早上好 我们又来上课啦 生动人心语音魅力 好 我又要做一个快速的 怎么讲呢 给大家做一点互动 因为 体谅一下我们那种 在这里讲课的人 一直觉得跟机器讲话 是有一种很无奈的感觉 如果说你们 现在动动手指 帮我帮我个忙 上个星期已经有来上过课的同学们 你们可以在留言栏上写个一吗 上个星期有来上个课上过课的 那还没有来上过课的人呢 就写个二 那我们这堂课 不如上一堂课开始呢 其实我就已经开始进入 汉语拼音的部分 但因为我们的切入点呢 还是以语音着手的 所以可能有一些人本身就是 会在汉语拼音方面面对一些问题的话 记得要发问问题 因为 我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我是上个星期才发现到说 应该说我们没有去想到有这种问题 我们一般上学语音的时候 汉语拼音的时候呢 是学说这个字怎么发 发声怎么发才是比较正确的 比较好听的 比较标准的 但是其实我上个星期才发现到说 其实有蛮多人 其实一连可能就是基础拼音怎么拼 汉语拼音的架构是怎么组成的 比方说什么字加什么字 才会发什么声音这样子 都面对问题 因为一般上在可能手机 现在要打字啊 都需要汉语拼音 就很多人 但我不懂有多少人 面对这方面的问题 所以 因为我们的课程 本来是以语音切入点 为切入点 什么说呢 我再解释清楚一点 以语音为切入点的意思是说 它是假设 这个课程是假设 大家对汉语拼音已经一定程度的了解 只是说可能那个发音不准确 可能抓的不稳 那我们就在这个语音课 汉语拼音课里面学会 怎么正确的发音这样子 所以它是有点不一样的 虽然说它是可以反过来的 比方说我们在学着看语拼音课呢 你可能会通过 哦 了解原来是这个这样的念法 我听到这样子念就是等于ZH 比方说我听到字 就是ZH的翘舌音这样子 从这个角度反向的去追回去 那个字怎么拼的 也不是不可能 但是因为课程本身的设计 原本就不是这样子的 所以如果你们当中有人 是面对这方面的问题的话 记得在我有一些时段会开放 问问题的时候 你们记得要问问题 因为我才可以帮知道 你们面对什么样的问题 好 我先谢谢大家在留言栏上的留言 我看到大部分都是有上过课的同学 只有少数的一两个 那我希望我其实会 会有一个回顾一下 我上个星期教过什么东西 快快速的带过 所以希望大家也可以比较容易跟上 那我现在就先给你们看一下 屏幕上看到的东西 应该是看到了吧 好 好的 我上个星期就开始在教 所谓的 等一下 上个星期我就开始在教生母 我就快速的再说一下 什么叫汉语拼音 汉语拼音就是给汉字注音的工具 主要成功包括 生母 韵母和声调 什么的生母 就是我们讲的 比方说摸阿妈 那个摸 就是生母开头的音 孕母就是摸阿那个阿 妈那个阿 就是孕母 就是她的身体 一个头 一个身体 声调就是我们讲的 妈妈妈妈 就是第一声 第二声 第二声第三声 第四声 那个叫声调 那我之前在教汉语拼音之前 我教的是那个音乐性 那音乐性其实主要在讲的是两个东西 一个是语调 就跟声调不一样 语调呢 声调是字本身的音 语调呢 就是说一个句子 一个短句 我们的那个高低音的那种感觉 轻重音那种感觉 甚至乎哪里比较用力 哪里比较不用力这样子 也就是说 我刚才不是说音乐性 其实主要是语调跟轻重格 所以其实也是包括了轻重格这样子 好 那一般来说 一个汉字就是一个音节 音节就是说 好像我刚才讲的 摸阿妈就是一个音节 一个汉字就是一个音节 如果采用一口呼来呼读音节 一定要把声母 韵母声调掌握好 什么叫一口呼 就刚才讲的 我看到妈这个字 我看到它的拼音 MA妈第一声 我一看到马上就念 妈 这个叫一口呼 如果要用一口呼的方式 来呼读音节 一定要把生母 韵母声调掌握好 因为呢 生母是个音节的着力点 生母读好了 才能带起整个音 音节的响度 什么意思呢 我给个例子你 我们说生母 是个音节的着力点 如果我用一些生母 比方说 柯克 你可以听到 柯克 那个 它的 它很明确的 我在一个长句子 比方说 我说汉女拼音是给 汉女拼音是给汉 汉女拼音是给汉字注音的工具 你可以听到给 汉女拼音是给汉字注音的工具 跟那个汉 工 它每个字的生母 它有一点的力度在那里的 有了生母 你才会听得到字和字之间 是有分开的部分 但是我们说话是轻松的 放松的 所以它是感觉上是连的 但是有生母 它才会把每个字都区分开来 所以那个生母读好了 才能带起整个音节的响度 有学唱歌的人 这里顺便问一下 在场有学过唱歌的人 我现在针对学的是正式的声乐 有学过声乐的 或者是在合唱团唱歌的同学们 你们在留言栏上给我写个三 没有上过正式声乐课的 可能上一下有些歌唱的课 还是说什么的 那些就不算了 暂时不算 有学过声乐课的留下留言栏 留下三 没有的就写下四 好 为什么我要提这个东西 因为呢 我们在唱歌的时候 我们如果要把有些歌曲 我们要让它感觉线条感很好的 我们就会通常 尤其一些艺术歌曲 你会听到生母都比较模糊的 都比较模糊的 就比方说他们唱 我现在想不起什么歌 这样的一个东西 比方说 下次忘了歌词 对不起 基本上我要表达的是说 如果我们今天唱歌的时候呢 生母很明确的 清楚的给发出来的时候呢 它那个感觉呢 就没有那么的柔 那么的线条的感觉 它会有被切掉的感觉 有些歌曲 我们需要更多线条的 那我们可能在选择 一些生母唱歌的时候 会稍微不会那么 不会念得那么强 那有一些歌曲 我们需要表现一个节奏感的话 那我们就会不只是节奏感 我们要让它很清脆的 我们就要生母很清楚 那同等的 你看孕母读好了 才能把音节念得清晰响亮 什么意思呢 好像你看我念妈 我那个妈的啊字啊 如果说我那个啊不清不清楚的话 那它就会变妈 妈妈妈妈 这样子 可是我啊很清楚的话 妈妈 它就会那个啊很清楚的话 就很整个很大声的感觉 所以一般上声量是来自于 孕母的 一般上声量或者是说 我这里说的声量不只是大小声 是那个声音听上去那个容量 好像有的人的声音念同一个字 他感觉他的声音就是比较 比较胖的 比较肥的那种感觉 妈 而不是妈 不是扁扁的 它是有响亮度的 孕母 唱歌也是一样 我们需要孕母 它才有整个东西的饱满度 就是这样子的意思 我看一下留言栏上 大部分都没有学过声乐 只有一个同学 那有合唱团 那合唱团就可能 合唱团的同学 可能就有点不同的感觉 因为很多人要唱同一个部分 同一首 同一个歌词 很多时候呢 为了达到 整体的融合度 反而会牺牲生母的 不晓得合唱团的朋友 是不是有这种感觉 就是反而那个生母 不要发的太清楚 所以它其实是我们在 包括唱歌也好 我们念稿子都好呢 生母孕母的掌控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我们练到熟的时候呢 你会有一种能力 就是 你要它多强就多强 你要孕母强一点 也可以 弱一点 也可以 扁一点 也可以 生母强一点 清脆一点 也可以 或者是模糊一点 也可以 好 那声调 我往下走啊 也谢谢一下 大家在留言板上的留言 谢谢 那声调呢 是字音的高低升降 充满音乐性 要是没有念好呢 字音就会调直 调直就是我们的 阴阳赏去 它变阴阳赏去 这样子 然后走音的一次 以至荒腔走板 为了方便学习 汉语拼音的学习材料 做这样的安排 好 我快速的过一下 这个部分 生母的发音 发生母时 气流通过口腔 一定要受到一定的阻碍 生母一共有23个 OK 前面这段不用理他了 生母有23个 基本上是分成七组 大家看一下 第一组 纯音生母 波 波 摸 波 不要理他了 还来不到 OK 没关系 总言之事 波 B的波 波 摸 波 大家跟着念 自己在家 你们不要打开麦克风 你们自己在家跟着念 波 波 摸 波 你会发现到 波 跟波的分别 就是 他的嘴巴是一样的 但是波 有送气 就是有 那个气有出来的 一样的 摸 跟 波 当然嘴型不一样 但是摸是不送气的 波是送气的 这里也要给大家一个概念 送气这个概念 记得 好了 第二组 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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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我回去一下 纯音生母 为什么叫纯音 是因为我们靠嘴唇的闭合 就是闭合跟张开 来让空气通过嘴唇 发出声音的 所以那个波是我们嘴唇关了起来之后 然后 那个气 到了之后 我们推开那个嘴唇 所以是 波 一样的 波 这样子 摸 波 这样子 那这个呢 舌尖音生母呢 就是 它是舌尖 嘚 它有点像 弹指这样子 舌尖碰到 那个 上面那排牙齿 后面的那个硬口盖 上颚 它是碰到 弹一下 轻轻的 嘚 嘚 不至于需要弹 应该说 这个是牙齿 这个是硬口盖 舌头碰 它的碰下来 碰下来 这样子 得 车 呢 勒 OK 得 车 勒 勒 那个车就是送气的 在这一组里面呢 就是车是送气的 那个踢 是送气的 OK 得 车 勒 勒 大家发现到我的发音方式是念 得 它是 它有一个呃的感觉的 而不是念 得 特 呢 了 不是啊 是得 特 呢 了 OK 下一组舌根音声母 舌根 舌头的根 就是后面 OK 舌根音声母 注意听为什么叫舌根音声母 第一个叫 歌 歌 它后面呢 第二个是 咳 送气音 咳 同样在后面 咳 第三个 也是 属于 属于送气音 咳 咳 当然我现在就夸张做啊 很夸张的 所以你会听到那个舌根有在摩擦的感觉 所以叫 喝 喝 平常我们不会念的那么重啊 很多人现在我可能可以给大家一个 一个啊 有趣的点 你们如果留意听的话 其实很多中文说的好的人 他的这个 H音呢 其实相当明显的 就是他会有那个舌根摩擦音的 比方我刚才讲的 我刚刚说的那句话里面 我说 华语说的好的人 听到那个好吗 我会有一个 通常会有一点点的 好像我们唱歌也会有 比方说我唱 晨光赶走大地的黑 黑 会有了 黑暗 所以歌 喝 喝 OK 这个就是所谓的舌根音声母 那第四组呢 叫舌面音声母 顾名思义 舌面就是舌的表面 舌头的表面啊 空气是舌头放松 空气在表面上滑过而已的 第一个怎么念 鸡 鸡 鸡 而不是鸡啊 啊 炸鸡 其实是炸鸡 炸鸡 这个东西我不晓得在线上 你们听不听得清楚 其实在线下会非常清楚的 非常明显 我我把它夸张的做啊 很多人念炸鸡 炸鸡 就变成舌尖音了啊 其实是舌面音呢 炸鸡 炸鸡 所以是鸡 鸡 听得到的人在留言板上写个五 听到分别的人写个五 听不到写个六 听到那就好 那就好 那我就没那么担心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在线上用这种麦克风啊 然后再加上大家家里的可能耳机也好 那个音响可能也未必很好 有时候就不太理想 哦 能听得到那就最好了 好 非常好 非常谢谢大家 那第二个呢 叫七 七 七 它其实也是舌头放松 舌空气在舌面上划过 七 七 然后第三个是 西 西 啊 积七 西 一起念就更明显了啊 积七 西 谢谢大家的留言 谢谢 那我们听G7西啊 你会其实会有一个感觉就是 尤其是不习惯的人 你会感觉好像很怪怪这样子的 但是他就是你念多了 你会发现到说这个G7西 比以前的念法来的好念的 有唱歌的人有在啊 有学过唱歌的人呢 啊 其实你们可能会有这种感觉 就是每一次在唱歌的时候 遇到G7西的 G7西这个字啊 会很难唱 但是你只要把它换成舌面音正确的上法 那个G7西就变得好唱很多了 哦 大家跟着在家跟着念一下 G 七 西 OK 我们下一组 翘舌音声母 OK 有的人把翘舌音声母念成啊 说成叫卷舌音声母 呃 也不是错的 但是我觉得翘舌音声母这个名字会比较好一点 就是比较不会那么让人家有种混乱的感觉啊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在做翘舌音的时候 其实我们不不至于需要卷舌 他不至于你的舌头要卷起来 没有的 大部分的时候呢 基本上就是翘起来而已的啊 哦 那翘舌音声母怎么念呢 你们听一下 每个人的嘴型可能不不一样 你你要达到这个声音可能稍微有点啊 就每个人可能有点不一样啊 没关系的 你注意听声音怎么念啊 ZH就是支支啊 一般上他就是在上额也就是上面那一排牙齿上面不是一个硬口盖的有骨头的那个硬的地方 所以他是舌头那个头舌头是大概在那个上叫什么呢 硬口盖跟牙齿的界线那边偏硬口盖一点点啊 没有碰到就在那边稍微翘起来在那边 支支看一下支对不起 有碰到碰到下来的 他是碰到下来 那你要保持整个发音整个就是有有支的感觉 在我的情况 我的舌头的呃 不只是舌尖碰到下来翘起来啊 我的舌尖的范围旁边呢 旁边基本上他是稍微翘起来的 稍微翘起来的 所以就是说舌头碰下来 可是旁边是一直翘着的 所以是支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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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再试一次啊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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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有一个很明显的东西就是吃跟吃呢 那个舌尖是有碰到硬口盖下来的 吃 有碰到一下吃 吃是没有的 吃是念 吃是念 吃 吃 吃 就直接 稍微有一点翘 然后那个左右两边翘旁边 然后就 吃 而已的 就是翘 就是翘着 翘着可是不碰 翘 翘 OK 好 往下走 平舌音声母 吃 吃 吃 怎么叫平舌音声母呢 就是它跟舌面音的不一样是在于说 同样是放松 同 共同点是放松 那个舌头放松 可是不同点就是 我们刚才舌面音是从舌 你会感觉到那个空气是在舌头的表面上滑过 可是平舌音呢 你会感觉到它是在舌尖上面出来的 啊 嘶 舌尖 然后两排牙齿 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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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嘴唇 面颊都是要放松的啊 然后最后一组呢 叫特别声母 叫一 乌 为什么叫特别声母 基本上你们不用太去背着这个东西 但是我大概解释一下 原本的一也就是I而已的 原本的乌也就是乌 U而已 那我们没有写Y跟W的时候 你打个假设我们写 写汉语拼音的时候 字跟字叠在一起的时候 加在一起一个句子 这个有一有乌的地方 我们没有Y没有W 他就很容易混乱 他就会那个I跟U 就会跟前面那个字连在一起了 对吗 所以他就很容易混乱 所以他才会出现EY跟W 来代替这个 所谓的 怎么说 就是这个 他也是韵母也是生母的字这样子 哦 所以最后一组叫EY W 这里我要点出一个点 我们这里我们很多人会念EY跟W W比方说很多人讲动物园 其实动物园 注意听啊 很多人念动物园 其实是动物园 物园 你们应该听到哦 那个 呃 比方说 呃 一千 一千哦 你听到一千 跟我说一千 一千 它的分别其实相当明显的 当你念EY跟W W这样的音的时候呢 他一听的感觉就相当方言了 方言的感觉会比较强烈的 你听一千跟一千 是不是很明显 尝试念一下 尽量不要有那个 卡在舌根的位子那种感觉 那种感觉不要有 尽量不要有 哈 好的 到这里为止 有没有什么疑问的 因为这个生母念好 我们比较容易往下 呃比较容易 呃 不是应该说把生母 这个部分 掌握好了 我们就可以往下走去 听一听生母啊 孕母怎么念 有没有 有的话你们可以直接开麦克风 然后念出你的名字 然后你呃提出你的问题 有吧 没有的话那我就往下走了哈 好的 非常好 那我现在往下走的呢 那我们就看一下单韵母的发音哦 单韵母呢 是个单纯的响亮的声音 发音时舌头的位置和口型要保持不变 单韵母有十个哦 什么叫单韵母 就是单单一个音而已的哦 叫单韵母 一个啊 啊 第二个 好了这个呢 我们马来西亚人因为我们有说很多语言 所以我们有时候我们的呃叫什么呢 呃 我们这个欧音呢 可能有时候会发的各种念法不一样哦 可能跟大家分享一下 英语的这个字呢 在正常的说是念欧 欧 欧 哦 呃 呃 比方说s o 就是so 所以还会念欧 这样子的 那可是在马来语呢 就是啊 哦 哦 哦这样的发音的 我们中文呢就不是哦 我们念念是 哦 哦 听得出分别对不对 但是要马上抓到好像有一点难度啊 哦 哦 你发现那个嘴型是相对小的 我我看一下镜头看看看得到我来 他是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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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重要 我给你一个例子啊 呃 红色啊 红色 如果我念成马来语的哦的话 它变红色 红色 或者很多人念啊啊这个是红色啊 红色 其实是 红色 红色 如果在场啊这里有没有音效声 这里有没有音效声 有的话在留言栏上写个7 呃 都是呃呃 华笑声就写个8 我这里顺道带一下嗯有音效声 OK 所以对于音效声来说啊他这个我们讲的红色的哦啊 他有一点点点像double哦两个哦的感觉在英语的两个哦的感觉就是呃呃不不至于到呜呜这样子了啊不至于到呜 是呜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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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先直接谢谢大家的留言 我看到了我们这里有至少有两个是音效声 至少两个是音效声 我往下走 等一下再来让大家示范一下 第三个是 比方说 这个呢我们的从 我们叫中阿就从从后面中间开始的阿 从怎么说呢 你也感觉他是刚才我不是得特呢了 就是那个就是这个阿来的 他是从后面你也感觉他是 阿阿阿阿阿英 这个阿跟我们马来语的跟马来语跟英语的阿有点像 但是其实他就不完全一样啊 呃说方言的人比方说 呃 他等一下我想一下方言的话福建话有没有 哥 ok 永春方言比方说永春的福建话比方说 个 他就是这个这个来的 个 呃 呃 这样子的 ok 呃 越语到没有 哎 对 越语是没有的 那 英语呢 我们最像的是 the 英语的是相对 整个声音比较外面一点的 他这个是从里面到外面 他有一个过程的 所以是 有个过程 往外的 好 第四个 a a a 基本上就跟我们讲的 a b c 一样 那个发音 这个问题不大 因为他相对人 刚才那个w的发音一样 这个呢 其实就是发音而已 然后但是其实真正的写法是一个u 上面两个点的 u上面两个点 他的念法是念 u u 其实不是应该是我的 我把它conver成pdf的时候他就出了乱码应该是 这个呢 是 啊 我们讲r r 这个就叫后r 就完成在后面了 r r r 画音 r 1 r的2 r 2 当然我们一般上在这里我们马来西亚新马来一代啊 甚至乎有一些可能在台湾读书的人或在在台湾的人可能他就不会念r这样子啊 r稍微 没那么后面 然后翘 r也没那么明显 但是其实原则上就是他必须要跟前面r有很大的分别 你听啊这个是r 这是r r 好 这个呢 啊 就是 我们所谓ok这个呢他的出现他只会跟平舌音生母 就是 子 子 拼在一起的 也就是 你听啊 z i 子就是念 r r 所以这个音念r r 啊 呃不需要去背 因为其实你平常会念的你我反而叫你拆出来你是拆不出来而已 你听他是念 r 算是 z r 哎你可能突然就会发现到那难道他跟 这个 z不一样吗 z的r不一样吗你注意听啊 z h i i的时候是用这个i的 他的声音是这个i的 听啊 z 我拆开就是 z u 他是 u音来的 u音 这个是 u音 这个是 u音对这个是 u音 这个是 u音 还是那句啊不用不用去背啊我只是要让大家知道他有十足 ok 因为你只要把这个念对 滋滋丝跟咫痴痴 你就对着了啊感觉上好像一样但其实其实不不一样啊这里会突然间发现到 好的暂停在这里有没有同学要出来啊可能也示范一下或者是有什么疑问对于这个 啊 啊运母的发音有没有啊 或者是之前啊有点混淆的啊本身你本来就有点哎 啊混淆的地方或者是我解释的时候你反而乱了但是 语音啊其实要多一点练习给自己机会练习 呃有练习你 等一下啊有练习呢你才会越念越好的 呃如果说没有的话那我就 我就往下走了哦 ok ok我纠正一下啊你看这里有解释其实 你看这个呃啊其实属于后呃的确是后命来了后呃哦呃他从这呃他往外走呃后呃这个呃呃啊 他其实是有点妙的因为那个啊音哦是 是是翘起来的算是呃呃怎么说呃你的那个那个那个一啊他的发音一出现的时候是其实在最前面的 可是因为你翘所以他感觉有点往后的感觉呃呃 这样子啊还是那句啊不用背我们就记得他的发音是这样子你们跟着念就好了 傅韵母的发音啊 傅韵母的发音这个是什么叫傅韵母就是超过两个 或三个 而这有两个或三个单韵母 复合而成的韵母啊就是有两个或三个韵母加在一起那个叫 傅韵母 一共有13个啊这个也不用背啊 那AI加在一起之念 I I I 这个就是刚刚那个啊 A A A加1 叫A A A加O呢 念 O O O加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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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O 感觉到了吗 如果说我那个 O啊 是念大的话 我变得O 就变得O了 然后这个变O就变O了 其实不是啊 是O O 那音效声呢 呃这个对你们来说反而简单的 在中文它是傅韵母 Deepfung 就是欧音 就是欧音 可是在啊英语里面基本上它出现的就是一个欧字而已啊 欧我们欧 欧啊 哦 这个是E加A E加A 哦 E加A跟一样跟这个一样的啊 E加A 耶 耶 这个呢其实又是那个一个U上面两个点呢啊 我不晓得出什么问题 等一下 看我是不是可以开另外一个文件 我开另外一个文件看会不会是对的 我们等一等啊 嗯果然是不对的 没关系 呃 继续这个啊 这个其实是个U上面两个点的啊 那个叫Y Y音嘛 Y加A Y Y 就是E加U音啊 叫 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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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E音呢 Wi Wi 啊 Wi 这里你可能开始发现到怪怪了 比方说这个还没那么明显 这个就特别明显了 你可能会问我后面这次不是念Wi吗 为什么是Wi 为什么是Wi 等下有人问 请问热和日的读音有什么分别 OK 热 是RE 就是R加 O R加O音 这个 R 前面一个R后面加一个O 所以是热 OK 那个日呢 就是R加这个日 我再念清楚一点啊 一个是热 热 然后就是很热的热 日 日 听得到分别吗 这个是来令是吧 听到分别吗 一个是R1 热 一个是Ri 日 日 对马来下其实蛮多人把热跟日念成一样的 其实它是完全不同的发音 一个是热 所以你看啊 那个呃很重要 呃 所以你一定要念到呃 歌 歌歌的歌 快乐的乐 所以 热 同一个概念 啊 不客气 好的 听到就好 那我继续往下走 刚刚我说一半 后面的例子啊 是写V的 我们都习惯念V嘛 比方说微笑的V 微风的V 可是这个是念V哦 为什么会这样子的呢 好了 中文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东西啊 其实我先回来第七这个一跟U啊 是U 你注意听我念U 我们中文不是有四声吗 我会念U 有有有有有有又听啊 U 有有有又 发现到三跟四第三声跟第四声是不是跟前面这两个有点不一样 你们说得出什么不一样吗 第一个第一声跟第二声念U 有第二声有有有有什么不一样 主要分别在哪里 有没有人说得出来 我先告诉你这个是正确的读法 叫U有有又 U有有又 但是其实我现在要帮大家拆解一下 他分别的地方在哪里 有没有人说得出 你们都听到吗 U有跟有又 是那个孕母感觉不一样的 听到的话 刘云兰上写下一 听不到写二 都听到哈 其实呢 你写的时候我们的确是写IU而已的 有人先说对了 他其实他不是I变成O 他是加了个O 第一声第二声是IU的音 第三声第四声第三声第四声写的时候依然是写IU 可是念的时候才念成我太我写出来给你们看 写的时候比方说我们写 我们写比方说丢丢都写的丢啊 第一声是丢第二声也是丢 哎不让我写怎么呢 我写在留言栏上你们看啊 你会发现到第一声它是DIU 第二声丢第三声丢第四声丢它会有O 那个U反而短了 那个I跟I跟U啊反而短了 那个O反而多了 我再给另外一个例子 呃呃呃 JU啊 那个U甚至有时候都不念了口语的时候念新闻不会 念新闻我没念旧 我们旧我们的五还是会出来的 平常说话反而很多人是不念的 你们注意听啊很多可能呃中国的主持人啊什么 我们在口语上说话的时候呢呃 他会说就就就就JIO而已的 第四声嘛因为他是UU的拼音写的时候呢就比较复杂 等一下哪里了U的拼音呢的确是写YOU的 哦但是其实第一声第一声是念YU而已 他写的时候的确是YOU的写法 所以这个有点复杂 但是主要我们现在先学那个声音的话呢 写法其实他的确是相当复杂 不是复杂就是写的时候呢 他一般上都是写比方说JIUDIUTIU这样子照写的 不管是第几声可是念的时候不一样 听上去不一样 可是U这个字本身真的就比较特别 他的写法的确是YOU不管是哪一声 第一声UUUUUU 他都是写成这样子的 那你们会不好奇为什么要这样子呢 我给个例子你们呢 如果说我讲JU 你听我念JU OK写出比较清楚分别 самое什么意思 第一声第二声第三声跟第四声都是同样的写法 U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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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 他会O 有加了个O音呢 有人写我个人觉得是因为写的时候没有发音的功能 其实是这样子的 大家不要忘记 汉语拼音 这个用罗马 罗马汉语ABC来做汉语拼音 是全身它的原本 是那个长得好像日本字的 那个波波莫菩的 所以原则上来说呢 我们是用了ABC来取代 那个波波莫菩的 当然现在后来的 整个汉语拼音的发展 它又导致它越来越 分别越来越大 所以它就 但是原则上的原理是一样的 所以它其实是 我只能说 它在写的时候呢 它只是为了方便 我们容易记啊 容易写啊 容易拼读 那事实上 现在全世界有在学汉语拼音的人 会发现到汉语拼音 其实相当容易用的 只是说它可能在声音上 它无法直接在拼的时候 就马上看得出完整的声音 发音这样子 它跟英语的拼音一样的 英语很多字 你看字未必念得出来的 有时候有时候有些字 很奇怪的发音这样子 那我要先解释的是 OK 上方你写优先念U OK 你看啊 念的时候呢 的确是念后面那个IUXIN的 念U先 因为U是第一声 所以是念U先 可是呢 写的时候是写YOU 就变成U 优先这样子 可是不对的 其实啊 其实是念U先的 有人要下线 没事没事 采贤是吧 好的 我先 我刚问的问题是 有没有人知道 为什么他会在第三声 第四声 有个O音的 还是你们自己试试看啊 如果说我用 JU这个字来做比喻就好了 第四声我们念JIU JU 你试试看 一个句子里面 你把它JU这个字 放在一个句子里面 你说啊 他是我舅舅 跟他是我舅舅 或者是我们说 这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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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好的 这就是最好的 跟这就是 这就是最好的 你们自己念 会不会感觉有分别 就是第四声 就是第四声 所以是念 我要我的意思是说 你们要你们尝试念 旧跟旧 感觉是会哪一个比较好念 比方说救命啊 救命啊跟救命啊 哪一个比较好念 救命啊比较好念 旧比较好念你觉得 是 不是旧 旧命啊第一个 你试试看旧 你试试看旧命看看 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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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旧旧旧 旧旧 旧旧旧了我 旧旧旧旧了我 如果你念成旧旧旧了我的话 你再试试看 旧旧旧旧了我 跟旧旧旧了我 旧旧旧了我 这个是比较顺口啊 第二个是JIO会比较顺的 对吗 是 旧旧旧旧了我 而且你看他非常好 他非常顺的 旧旧旧了我 旧旧旧了我 如果我们念JIO的话是 旧旧旧了我 你反而会越念越纠结 反而会一直纠结在一起 那种感觉 对对 可是呢 对不起你是哪位啊 谢谢 你好 你好 谢谢你 你尝试啊 可是你尝试第一声的话 畚 糾結 糾结 别纠结了 别纠结了 跟别纠结了 你尝试变把他念 别纠结了 别纠结 是不是纠结比较好念 纠结比较好唸 对呀 对 所以他是 他其实是 不是因为这个汉语拼音 特地编成这个样子 说第三声第四声要加个欧 而是因为 一向来普通话的发展 华语的发展 在一般上的人在念的时候 第三第四声都会有一点点O 或者是比较多O在第四声 所以他才会有这个 在语音上有个这样的规律 这样子 所以9999 其实当然我在教的时候 我会说第一声第二声是没有O的 第三声第四声是有O的 这样子 但是其实你认真 认真很仔细听的话 你听我是念 9999 你会发现它是慢慢出现的 9999 三跟四的分别 就是四 第四声的O比较多 第三声比较少 第二声你说完全没有吗 又不完全的 9 它已经有一点点了 9999 9999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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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 yo 我又 它又来了 它又来了 我们不会念 它又来了 它又来了 是比较累的 好 谢谢你的示范 好 谢谢你的示范 很客气 谢谢老师 不客气 而且你们又发现到说 当我说 那来到这个词 这个字 我们讲 我们听通常都习惯说 微风 对不对 微风 它对着我 微笑 这样子 那怎么 会变成 微 第一声是念 微 微笑 小丽对着我 微笑了 小丽对着我 微微笑了 跟 小丽对着我 微微笑了 小丽对着我 微微笑了 你会发现到说 那个微微笑 念 唷 念 微 就是 u跟i 而已的话呢 它听上去真的就有 微 就是很小的感觉 微笑 微笑 可是我念 微笑 它反而就比较粗鲁一点的 所以 其实 这个东西 我相信是相当 难适应的 因为我自己本身 以前在学的时候 我开始 哇 好辛苦 可是后来慢慢发现到说 很多字 比方说 它微风凛凛的 微风凛凛的 不难念的 你听我念 它微风凛凛的 我不会念它微风凛凛的 它微风凛凛的 就很快过 而且清楚的 如果我念它微风凛凛的 我那个微要特别用力的 但是你注意听 如果我四声的变化 我是念 微微微微 微微微 这个就不是加O了 这个是加一个 加一个意义在里面 哦 U E I 就 U I U I U E I U E I 所以 微微微微 那可能在这里 可能还是有的人会有些迟疑 是吗 是这样子的吗 你们如果说有听中国节目 看中国的一些主持人 或者是新闻主播 你会听到他讲 你会听到他讲 对 而不是对 对 我们这里的人会讲 对了 其实是 对了 对了 就是 U E 那个I很少 因为第四声的关系 但I就很少 对了 对 有人问 老师加了O声 第三 第四的确会比较好念 可是一般本地人 就是没这个感觉 对对对 所以我们现在学这个东西 啊 呃 U LING 是吗 啊 对对对 是就是因为一般上 我们没有这种了解 而且我们的环境啊 我们学了很多语言 我们的环境很多方言 我们会把很多方言呢 或者是其他语言的一些习惯 用在华语里头 其实一样的 我们有时候也会把华语的习惯 用在英语啊 马来语啊 其他方言里头 所以我们就有点Raja这样子 其实每一个语言 他都有自己的一个规律的 你 你看一下 呃 一个单一语言的国家 比方说台湾 即使他没有现在我们所谓的 跟中国一样的发音 但是你会发现他们一般的人 他都会说啊 对啊 对啊 他会讲对 他不会念对啊 对啊 你懂我意思吗 他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现象的 因为单一语言的人 他们基本上这个整个 整个环境里头 大家听的都是那个语言 他他被他被其他的语言跟方言 呃 污染的程度会比较少一点点 不是不会还是会的 台湾就被被福建化跟客家化 影响比较多 那中国因为地方很大 不同的地方就受不同的方言影响 这样子 我看一下啊 老师可以把什么是汉语拼音 whatsapp出来吗 谢谢 我们如何可以在手机上标出四声调号 手机上很多手机是不行的 手机很多手机是标不到 呃 哎 你的意思是说 whatsapp出来 你可以跟啊 小微他们拿呀 因为我之前有发给小微他们了 我去了哪里 ok 没关系 我因为我没有 我没有你们的whatsapp的 呃 这样子吧 我再发一次给小微他们 然后再让小微他们发给你们 好不好 我找一下那个file ok 这个是在这一份ok 记得啊 那个U啊 就是我讲一个U上面两个点的 那个呃 那个符号已经错了 没办法 出他出现不到 我过后如果再再找到另一个版本 就是那个这个这个U 是对的符号的 我再发给你们 我现在把这一份 我现在用着的这一份发给小微了 你们跟小微拿好不好 ok 好 回去啊 所以我只要交代一下 微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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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凌凌 微笑微微观 微观 当然呢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也不会太去 救无解太多这个点 只让大家知道有这个东西 记得第三声第一声声是念 微微微微 他就比较嘴巴比较张开一点的 会比较好念对跟对 然后对我就会比较用力这样子的感觉 可是对对我其实比较轻松 然后声音比较大声的 好往下走这个是压 容易啊这个压 然后这个呢就腰 腰 我觉得这个我们马来西亚人一般上也不会有这个问题 有时候顶多的就是那个哦会不见掉 然后要要那个我就不见掉了念不完 其实要要 好啊这个呢哇 哇 OK这个也容易 这个呢窝 窝 唯一的要求就是那个哦要小一点 窝 窝 然后这个呢 歪 歪 所以呢整组啊最大明显的就有因为第一声第二声第三声不同的声调 而有不同的声音出来的就只有这两个是最明显的啊最明显的 U上两面呃U上面两个点手机上打不到 因为这种汉语拼音本身的条件呃大部分手机是打不到的 我至少我的手机是打不到的 但是好像一一般的呃比方说一个A然后上面一个呃第一声第二声跟第四声是打得到第三声打不到 因为我们的手机的系统就本来就不是让我们打打汉语拼音的所以没办法 所以一般上在手机上我们就直接打了打了这个拼音以后我们把1234写在后面而已的比方说我现在打在留言栏啊比方说我说 妈的妈妈妈妈的第3声我会这样子打 大家都明白了 那至于那个U上面两个点呢一般上我们 我们打不到我们就打V咯 看得懂 就 方便看而已的 方便看而已的 好 好 有没有疑问 没有疑问的话我往下走啊 因为还有别的我们有前鼻孕的 前鼻孕母对不起 有前鼻孕母跟后鼻孕母 还有一些不同的要学习 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我往下走了 好了 前鼻孕母呢 简单的说法就是我们讲的 好像我们讲的安 安 安 样子就是前鼻孕母 恩 阴 温 一样的问题这个你发现到 第一声温 稳 稳 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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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呢就是同样的问题 就是那个U上面两个点 所以它是余音 晕 焉 焉 这个也是一样你看到这大Y啊 在这个PDF里面你们看到这个大Y呢 它就是所谓的一个U上面两个点 所以它是冤 前鼻孕跟后鼻孕母有很多人是没有问题 但是有一部分的人呢会分不清前鼻孕母跟后鼻孕母 后鼻孕母就是昂你看啊 昂跟昂的分别就是一个N 一个是N 鼻子的音的N这样的感觉的哈 Amy说不是没有问题 是需要多复习才比较可以明白 没有我所谓的问题是说你你听不听得懂我的解释 如果说你听得懂的时候呢 然后你可能暂时还做不到 那其实至少你是明白我说什么东西 至于多练习 让让你的身体让你的嘴巴习惯 那个肌肉习惯哦 那个是那是练习的问题 呃我觉得所有的学习是这样子 它有一个过程你必须要先理解 有些东西你必须要先理解 有些东西就是你可能呃要先做到 你就比较容易理解 呃那好像我们这里因为大家的水平不太一样 有的人可能本来就呃可能念的某一些字音是念的对的 解释只是让他哦原来是这样子的啊 对他来讲是一个原来是这样子的 但是有些人呢可能就是呃 本来呃就是有某一些字音是念错的啊 听明白这个解释的时候呢 只是方便他呃重新学习一个新的习惯 所以必须要先明白 哦所以有疑问有觉得很混乱的地方 记得要问哈 那我们往下走啊 前鼻后鼻我让他我们一起学啊 再来一次啊 安恩音温啊温温稳问问 这个第三第四声也是有恶音啊 这个音音温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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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 雍 到这里我把 原则上把这些生母 孕母都讲完了 但是其实呢这个就是我之前一直在讲 教 音乐性那一块的时候呢 我为什么没有那么着重这个部分就是 这个部分其实如果要认真学的话你会发现到说 如果说 应该说我不知道大家的水平去到哪里 如果当我们要非常认真的学懂所有的这些生母孕母 然后发音要正确的话呢 其实是要上蛮多的课 然后一起跟读的 所有的这个生母孕母啊 必须跟读什么叫跟读 就是我念你们读 我念你们读 然后你们再念会给我听 然后我才纠正你们 他必须有一个这样的过程 而且要相当多次 你才会慢慢找到说 因为他跟他好像 他跟我们学跳舞啊 学学切菜啊 还是学写字一样的概念的 或者我们去运动 呃 肌肉他需要习惯 那我们说话 这个生母孕母他完全就是舌头跟口腔的肌肉 还有嘴唇的肌肉 你的肌肉运用啊 他不不准确的时候 或者是刚刚学懂了之后呢 他还没有习惯 你很容易会走掉 会会回去错的方式 因为错的方式你用了很久嘛 所以其实跟读 跟你重新示范给我听 然后我再纠正你 这个过程是需要时间 我们需要做很多次 但是我们就 因为呃 从呃 不破生命学院联系我的时候呢 我们我知道呢 就是我们只有九堂课总共啊 所以其实我是呃 如果要真的让大家在这个呃 生母孕母这个部分呢 汉语拼音这个部分呃 把发音给练对啊 其实呃 九堂课是不太够的 我们是慢慢学 好像我自己 我上次应该有跟你们 上一次应该有跟你们分享过 我学汉语拼音重新 重新学我的发音的时候 我是大概花了四年 呃 一个星期上 有时候一堂课 有时候两堂课 有时候三堂课 每一堂课都最少三个小时以上 呃 有时候一个妈字 我就念了好久 开始的时候了 呃 好像那个嗡啊 好像刚才念那个 悠悠悠啊 这样的东西啊 我是念了很久的 我才开始抓到那个声音 然后抓的对 因为毕竟我跟大家一样 我们都是马来西亚人文的环境 我是我家里是福建人 呃 长辈们都是说福建话的 我们我跟我自己兄弟姐妹 我们说的是华语 可是呢就 就我们一般的马来西亚的华语了 那我在学校的时候老师教书 老师也是讲啊 开佛的 就是有方言音的那种话语 这样子 那基本上现在已经10点40分了 原则上我们的时间上 时间已经到了 呃 有没有问题 呃 我先把时间交回给小薇 或者是玉良 你们有没有什么问题 同时间 好的我们非常谢谢 谢谢宗帆老师啊 今天再一次带领我们 把这个第七堂课 也学了 那我们还有两堂课哦 同学加油咯 好 那我们 基本上我是想说 我们在 因为大家好像对这个汉语拼音 之前呢都一直强烈要求 要汉语拼音的部分 所以我就想说 我快速的把这个基础 叫讲完了之后呢 我就可能接下来两堂课 就陪大家更读 然后可能会给大家念一些稿子啊 什么之类的 当然我觉得 我我猜想了 呃 上上一堂课是吧 对上一堂课 呃 有些同学跟我说 其实有有很多时候 他们连那个音怎么怎么发都不清楚 所以我就想说 可以在汉语拼音这部分 因为讲的时候呢 他的理论啊 是很简单的 你看就讲完了 短短的 但是练习啊 跟跟读啊 反而是花蛮多时间的 所以我想说 接下来两堂课 我希望大家可以踊跃一点点 参与一起跟读 我们的人蛮多 但是应该总会有些 总会有机会来练习跟读的 好 好 那可能我们看看 等一下呢 我们进入论讲堂的时候呢 大家能不能就是有一些机会 我们可以来 老师可以给我们 可能有一些 可能 小诗啊 或者是小品啊 可以给我们同学 尝试看看 就是前面七堂课 这样的一个基础下来 同学在念 就是想要去朗读的时候 OK了吗 还是说我越学越越担心了 好像不太感慨讲话了 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那个广播剧的的剧本 之前有发给大家的那个 去看一下 然后还有跟之前发的那一份 什么音乐性 华语的音乐性那一份呢 他在下面也是有一些例子的 可能像说给我们来念 练习念的那个 也可以稍微练习一下 大家练习一下 那呃都看一下 都看一下啊 有时间就看一看 那其实就就有机会的话 我们就玩一下 但是我是想说 如果能的话 我们呃 帮助大家在呃 掌握一下这些基础 就把基础掌握好会更好 哦 好我们老爸老妈加油了 因为我们那个年代哈 可能我们也有我们那个年代的 一些发音的方式 那长期呃习惯下来哈 可能就变成是一种习惯 现在呢重新建立啊打破 然后再建立啊 这个过程中呃 可能会需要一点 时间 然后也要一些呃 努力啊 那所以我们大家一起加油啊 好 那我们下星期同样的时间呢 我们再继续跟我们的 松本老师继续来学习 好 那我们明天呢 我们明天呃 临时我们的这个呃呃 公益老师啊 临时有一些事情 我们的医师 所以呢 明天我们请到了 就是陆之琪医生啊 明天呢 要来跟我们分享 呃 夏季旅游哦 需要注意些什么事情 老爸老妈 夏季到了哦 夏天到了哦 那我们呃 波河生命学院呢 也就是规划了 呃 有史以来第一次的 这个老爸老妈游学团哦 所以呃 就是五月份 我们要到台湾去游学 我们要到佛光大学去上课 哦 所以呢 呃 很期待哦 大家很 已经开始接到很多 老爸老妈的这个电话来了 哦 大家都很期待 要过去上课了哦 跟我们的林湘君教授啊 跟我们的满牙法师啊 等等的哦 跟他们一起一起来学习 当然我们也会 呃 在那里走走 吃吃喝喝玩玩哦 那就是很开心的一个 对啊 听说佛光大学那边的食物都很好吃呢 是 他的这个 反正就是那个环境很优美啊 呃 就是很希望哦 我们大家就是呃 在我们的电脑前面上课了两三年 哎 现在我们不只是可以走出去了 还可以出国去哦 那呃 很多很多有心的朋友都帮忙哦 一起来促成这件事情 我们在这边呢 也谢谢大家 只促成这次的这个游学哦 我们很希望真的 我们的第一团游学团可以成功举办哦 好 那详情单有有兴趣的都可以啊 就是呃 看我们的这个啊 不获的面子书啊 也可以啊 打电话给我们 012-228-7762 012-228-7762 来了解详情哦 好那我们现在先结束 面子书的直播了 我们要进入Zoom讲堂的交流时光 后件 好的 没有 给大家看 我们要听说